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就切到综合练习这个地方 当然我把这个删除掉了 首先的话根据上面的提示 主要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用REP再合 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两个函数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还是有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你用VBA 刚刚问题是你们现在 我好像还没讲到有关VBA程式部分 我们先讲比较简单的 首先当然不是土把链钢 所以我第一个 我有不要放在14的储存格 有不要点一下那个资料编辑列 等于 所以开合一定等于 一定要等于 双引号09 因为09是一个文字 你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AND串接 这个是串接符号 串接哪一个 串接这个储存格 0911 打个勾好了 其实你不用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做一部分 然后后面还要再加什么呢 AND 09 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AND一个简的符号 简的话 它也是一个字串 所以一杠 然后AND什么呢 AND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门后 但问题如果你现在打勾的话 它就80 少个0 所以你必须什么 先跟他讲说 要重复几个0 重复几个0 怎么写呢 AND的后面呢 特别注意哦 几个方法啦 当然你可以什么 插入那个REPD函数 在这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再插入REPD函数的话 一般习惯呢 会点这个前面的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公式里面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是按这个 但如果你第二次以后 比如说公式的话 你就是从这个地方选 这个下拉清单 那找到REPD 所以我们就点什么 游标放这里 AND有没有 点一下这里REPD 它会把REPD放这里 那我要重复什么 重复几个0 所以字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输入0 但是因为它是文字哦 所以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 几次呢 次数怎么去决定呢 就是由这个储存格 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用一个公式叫3减掉什么 LEN 自己打比较快 LEN 然后游标点一下这个G4 那也就算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满三个字 如果没有满三个字 那我就补几个0 有没有用3就减 那有点这个公式有点绕了一下 不过至少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我现在3减掉 它里面有两个字 那就补一个字 如果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字的话 3减掉一个字 那就是补两个0 按确定 你会发现09 0 因为这边是两个字 后面的话再AND一下 AND什么 ANDG4 这边是比较好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是补几个0 后面的话是再把他原来的字要补上去 好 084 其实门号末码还要做吗 其实可以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的公式跟区码很像 所以怎么办 复制 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从哪边开始 从-到这一串 所以你会AND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AND复制 因为这个后面没有AND 把这一串到这里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什么 把它的区 改成H就好 这样应该会比较简单 不然你就再做一次 不过我觉得再做一次有点浪费时间 比较快的方法是这样 记得 这个虽然动作没有很复杂 但是很容易做错 尤其是AND符号 复制一下 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H 这边改成H 好了 按打勾看一下 做完了 底下的话 如果要全部填满的话 你当然不用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这个TILAN FACE 你可以在这个空点上快点两下 他就全部做完了 你看一下 答案对 OK 就全部OK了 记得 那个 Ctrl 之宜 记得 游标是点这边 这边有没有黑黑的一点 因为之前我没有特别讲 不然 但是好 我发现 因为这个以前我认为是这个应该是尝试 可是有些同学居然不知道 我在讲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那就大功告成了 不然的话 如果假如你不会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才能够完成 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把它儲存起来 OK 存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 再把这个作业做缴交 缴交的方式 我跟各位讲 因为每次作业 练习完之后 请你缴交到云端上面 那我有在云端上面 加一个 这个有个资料夹 也就是 在刚刚那个 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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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to VBA 那个 这个底下 多了一个资料夹 不过你们长得应该有点不太像 这边 因为你们好像是长这样 这样的 就是有点像隔壮 那我是建议 我有习惯是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列表式的 OK 好 那里面有个作业区 请各位找到台师大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因为呢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资料夹做分享了 按右键共用 共用里面的话 应该各位有用过那个 Google的云端硬碟吧 如果我要给你们也能够上传的话 我只要共用的时候 把这个连结给变更 变成什么呢 本来他预设是叫检视者 只能看而已 我已经把它改成编辑者 也就是你们现在也可以上传你的东西 传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打开 然后并且在资料 请你一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呢 请你自己先输入你的 你的什么 你的学号 然后某某某 学号姓名 按个建立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再把刚刚的 这个作业 你把它存档 然后关闭 存档 把它丢上来 丢的方法很简单 直接怎么样 拖拉放开也可以 或者是说呢 另外一个方 按右键 上传档案也可以 OK 你会按上传档案 然后你就找到你那个 如果我的自己的习惯是比较直觉 是这样的 直接这样拖拉 放开 档案呢就上去了 但是请各位 可能未来现在 今天可能 没有注意 没关系 你就先把资料传上去 但之后有个地方可能要改动 哪个地方改动 你会发现传上去 它原来是Excel 是一个X 但是你会发现传上去之后呢 它变成一个十字 为什么变十字呢 这个是Excel档 传上去呢 它帮你转换 变成Google试算表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将来有写VBA程式 你这样子 你的VBA程式就不见了 所以 可能还要注意一下 如果将来 比较正确的上传方式 我先把它Delete掉 一 请你先检查一下 你的 上面的齿轮 二 设定一下 记得 把这个齿轮的设定 记得 看一下这个选项 转换上传的档案要不要 记得不要 所以这个不要打勾 打勾把它消掉 不然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Excel的档案 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那你有些东西 就不会保留原始的东西 它变成说 它有些东西不见了 OK 所以记得 先把这个打勾取消案完成 再来上传 再上传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船上来的话你会发现 刚刚是一个十字 有没有 现在的话 那就不会是十字 这是X X的话记得 这个就是Excel 差别在哪里呢 你刚刚打开 是可以直接开Google试算表 但是现在打开的话 它会是一个预览的画面 意思说它不是Google试算表 如果说你要看的话 你要在云端上看 你可以再点选这个地方 再点选Google试算表 它一样可以帮你在云端上 就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我刚刚做的 这个里面怎么没有东西 我刚刚没有存错 存对吗 我们再检查一下 如果这个错误的话 那check一下是 我可能 做的档案跟 这个是9月14天 那应该是这个才对 可能是上传错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重点 就是1 请你用什么REPT 打开看看 应该这个就OK了 当然好处就是直接可以什么 云端可以预览一下 结果 请问 这个结果 这是旧的 没关系 我再找找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